兄弟们刚才说梦中惊喜啊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了 突然响了一声巨响 就是出租环隔壁那一栋楼啊 全部跑下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 大家都不敢睡的 不敢上楼睡觉去了 全部下来了 给你们看看 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了 突然这里响了一声 全部跑下来了 都不敢睡楼站了 给你们看一下 全部跑下来了 上面煤气爆炸 吓得大家全部跑下来了 着火了 麻烦了 全都是烟啊 就是那个楼上 刚才显了一声大的 全部下来了 危机 我就住在那一边 我现在都不敢上楼了 睡了两点钟 显了一大声大的 就拿那个手机全部跑下来了 都不敢睡到里面去了 怕发生什么意外 全部跑出来了 看一下这个消防车都来了 兄弟们现在终于上楼上来了 第一次遇到这件事情 真的是虚惊一场 睡到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我还在睡梦中 突然一声巨响 我就睁开眼睛 然后窗户外面很多人在说 着火了赶快跑赶快跑 我当时也是在睡梦中 迷迷糊糊 我拿着手机 我也往外面跑了 然后我一边下楼我边叫我说 着火了赶快跑 然后很多人跟着一起 跑到一楼去了 这隔壁这些楼上的租客 全部跑出来了 因为那边就是 一下楼 我看到那个楼上在冒烟 就在我隔壁那种 真的是有点吓人 很多人说什么煤气爆炸了 全部跑到一楼来了 刚开始我拍的视频里面 也看到了 全部跑一楼来了 后来那个消防车来了 才搞清楚不是煤气爆炸 是那个空调外机爆炸了 然后导致这个着火了 冒烟了嘛 真的挺吓人的 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 还在睡梦中被吓醒了 很多人都是在睡梦中被吓醒了 不知不觉跟着那些人一起 边喊边叫 跑到一楼来了 现在没什么事情了 处理好了 还好人没什么事 现在广州这边的天气也热 温度要高 很多人都是开着空调 特别那些空调是杂牌的 容易出现什么事故 还好不是煤气爆炸 刚开始我以为是煤气爆炸 那个声音真的是寒险 碰的一声 好多人都吓得 外面喷火 全部跑了一楼来了 现在没事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管子这边天气炎热 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电 还有这个煤气 一定要关好这个总杂 安全第一 现在没什么事情了 虚心一场 不过现在这个天也快练了 吓得我也不敢睡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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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